中程順利 拿起金鏟子向下挖 金華城改建的商辦園區 金華廣場 2022年動土 當時由威京集團主席 沈慶京帶頭 政商大咖全出席 如今看來格外諷刺 BM風波持續延燒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遭炎壓制明年1月 周刊調查簡連掌握 柯文哲在市長室 收受1500萬元現金匯款 而另一處收回地點 就是在金華城動土典禮 商辦主要也是 運運這個市場的需求 周刊調查 金華城改建案 2022年10月18日 由台北市都發局核發建造 省慶京穩拿840%容積率 隔天19號 居新動土典禮 省慶京急在典禮現場 趁著休息空檔 以及11月1號 台北市政府市長辦公室內 總共拿給柯文哲 1500萬元現金 柯文哲收到錢後 在命天生帳房橘子徐止瑜 記錄於USB名為工作部的 一色秘帳中 記載小省1500 而這段行賄過程 已經全部都被辦案人員掌握 秘案至今雖然少了橘子 這塊關鍵拼圖 不過其他被告 包括朱雅虎以及前副市長 彭震生等人都已經認罪 探稱柯文哲在幕後指使 不論圖利或受惠指控 對柯文哲及省慶京都極為不利 整起弊案的真相 也漸漸水落石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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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